Hello 大家好 我是徐孟哲 我在《浪漫書給你》裡面飾演的是 賀天賢 還有司徒默然 我一開始看到這個企劃的時候呢 我覺得很驚奇 因為之前在網路上看過了很多的穿越劇 就先不講說是穿越小說 還是穿越古代或是現代等等的 那第一次看到 然後呢 之前也沒演過 所以我覺得光這一點 其實就很吸引我 這不果然就是一個 自我感覺良好到爆頭的那一種 他一個下車 然後一個轉頭 他都會覺得他是在拍曲 自己在拍舞上去拍舞 我覺得這個在表演上 就是做了一個蠻大的區別 然後賀天賢就是 反正我對什麼事情都不在意 今天再正式的場合 他對他來講他也不在意 所以他唯一在乎的就是說 幾點結束 OK 我可以去做我自己的事情 所以 他即便坐在那邊 站在那裡 聽所有人講話 他不會是一個很 正經的態度 抱歉 抱歉 遲到了 這個角色在劇裡面就是 他不愁吃穿 這一個部分 跟我蠻像的 其實剛開始 我進這行的時候 家裡給我照顧還蠻多的 剛好我生命中 也有經歷過這一段時刻 所以我就把這個直接 複製 然後再加上角色的個性 所以他每天只在乎的一件事情 就是玩樂 剛跑過來咳嗽我了 哥 幹嘛 剛剛聊到了 繼續 繼續 不用理我 天賤的存在是 我覺得 有點像在這個家裡面的潤滑劑 覺得兩個都是 畢竟都是我的家人 雖然不同媽媽 但是再怎樣都是 我的家人 所以 明明知道姐姐很討厭弟弟 也明明知道弟弟 一天到晚被姐姐針對 但我就在中間當一個潤滑劑 雖然可能沒有當得很好 但是一直讓明力跟天賢兩個人 還有點 還可以維持關係 跟保持一個距離的很大便利 不要再掙扎了 胖明力 爸 你在幹嘛 爸 什麼事了 為什麼變成黃色氣掉了 不好意思 我剛進來的時候 不小心跌倒 然後拉到線了 不好意思 我覺得明力很擺明的 就是不喜歡天賢 即便他知道我這個弟弟 OK 也做不了大事 然後知道那個媽媽 一天到晚只會哭 但他還是很努力的 想要捍衛這個家 他覺得我們才是真正的賀家 賀天賢 除了在姐姐的心裡 他是一個永遠長輪大 屁孩般的存在之外 我覺得其實天賢隊 明力來說也如同 陰影般一樣的存在 現在在跟你談恭喜 叫我董事長 我管你談什麼事情 你可不可以不要用這種口氣 跟我講話 我們不是家人嗎 我們少用親情仿教 是你先背叛我的 好 那我問你 今天我為什麼會站在這裡 難道不是你先把我趕出來的嗎 被派來這個鳥不生亂的鬼地方 換作是你會有什麼感受 天賢隊 天賢對於明力已經變成沒有辦法騎回 因為變成是寫滿相片的情侶 那因為我覺得站在賀天賢的角色 他比較會處於一個就是被 被姐姐指使的一個角色 他並不是主動想做這些事情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一點 包括第一集在天台上面 董事長 站住 天賢 你就看在我的面子上 放過名利吧 何天賢 閉下你的嘴 不准求他 他是因為被姐姐講 講什麼事情 然後他害怕 所以他做了這個 但是他下一秒 他馬上又後悔了 因為那並不是他的本意 他本意還是和平主義 所以我覺得這個 對他來講 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元素在 就是他並沒有主動的想要去傷害任何人 賀天賢 站住樹根 忘了我們跟阿嬤說過什麼嗎 天賢最後推我下去的那一刻 我都是沒有意料到的這件事 在最後 再被重新呈現出來 以及看到天賢他的 在戲中的變化 我覺得其實是 異常的寫實 角色的功課其實我做得滿多 我甚至還找了老師 然後再幫我一起研究這個角色 因為我個人認為賀天賢這個人 他並不是真的完全什麼都不想真 而是他其實也想要證明自己 但是因為上面有姐姐 下面也有一個弟弟太厲害了 所以爸爸一直看不起他 他曾經也想要證明自己過 但他其實並不是說完全沒有野心的 我覺得這個中間是 花了滿多的時間去研究 然後跟重複看劇本看了很多次 然後慢慢理出來的一個頭緒這樣 但師傅默然不一樣 他的目的性就比較明顯 其實是賀天賢內心深處的 你要整個陰暗面也可以 或者是他比較現實的一面也可以 我覺得師傅默然的出現是這樣子的關係 所以我覺得這個在拍攝的時候 在表演上也會有一定的難度 那我覺得思路默然很簡單的就是 我可以讓你很清楚地看出來 我做這件事情只有你 你贏不了我的 親愛的總裁弟弟 就是這件事情也許是 大概像是八點檔的狀況 但我覺得 我因為我在演 所以我知道如果真的發生這樣的事情 可能這個意外就是這樣 再回頭看 我要是演出柯天賢這個角色 我覺得他在裡面的反差非常的大 後面他開始 嘗到一些甜頭 所以說甜頭就是權力啊 甜等等 我解發成以為我只是要噁心他 他也太好對付了 你表現得太好了 現在萬事俱備啊 就只差最後一里路哦 我知道了 你說的是賀天行嗎 果然是做董事長這個位子的量 最大吸引他變壞的目的就是權力 然後開始他內心的糾集 他到底又要不要對他的家人做這些事情 然後到最後殺紅了眼 你要不要早一點認清事實 你這輩子就是替我鋪路的命 賢 你生病了 你認我幫你嗎 你看你這個樣子 你連自己生病了都不知道 等到我正式上會之後 絕對不會虧待你這個稱職的墊腳實力 曝天堅 我是董事長 我才是董事長 放開我 放開我 曝天堅 你有本事就今天把我給打死 我覺得這等等的都是在這部戲裡面 做了很多的轉折 然後也都是很 不是那種很簡單就可以改變一個心境 有些是蠻內心層面的 我覺得自己之前也沒挑戰 我這樣一個角色 我就很希望有機會可以 好好把這個角色全示出來 好多的感覺 他就是不肯 我凡事不肯 wwwww